为欢迎习近平这个国家揍了去我的中国心。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毛利球斯共和国,这是次次出访的最后一战。 毛利球斯被遇为印度洋明珠和中国可以说是颇有渊源,早在200多年前就陆续有中国人远渡重洋来到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海岛。 毛利球斯不仅将春节定位国家法定节日,在该国的纸币上甚至还印有华人的头像。 此次欢迎仪式上,现场还奏响了中国歌曲《我的中国心》。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毛利球斯共和国过境并进行友好访问。 当地时间晚9时15分续,习近平乘坐的专基地达兰姆古兰国际机场。 毛利球斯总理,毛利球斯总理贾格纳特到机场迎接。 。 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院布下掀踢贾格纳特和夫人科比塔迎上前去。 科比塔向彭丽院献上鲜花。 贾格纳特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两国领导人登上检阅台。军乐队做中卯两国国歌。 在贾格纳特陪同下,习近平检阅一仗队。现场奏向中国歌曲《我的中国心》。 检阅后,两国领导人共同前往接待大厅。习近平和彭丽院同毛房迎接人员握手。 。 习近平和彭丽院同毛房迎接人员握手。 贾格纳特夫妇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领导人亲切交谈。 。 习近平表示,我刚刚抵大脚感受到毛利球司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后裔。 中毛关系友好。 我期待同总理先生就中毛关系一级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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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孙公一夜到机场迎接。 新闻链接。 出生在1911年的朱梅林祖籍广东梅州,是毛里求斯的第二代华裔。 二战时期,朱梅林任职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主席,毛里求斯发生了食品危机,她号召同行们配合政府供给食品。 同时,她新系祖国,成立中国人国土保卫队,为抗日事业做出了贡献。 到了70年代初期,面对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个新生的国家政权再一次平临绝望。 作为财政部长的朱梅林凭借自己个人的力量,为毛里求斯拉来了很多台湾、香港的商人到次第投资,这才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再一次救毛里求斯于击倒。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是唯一一个将春节定位法定假日的非洲国家,全国有一天假期。 很多当地华人会至少休假一周甚至两周来庆祝春节。 其他民族的人也会专门在放假这天去位于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的唐人街品尝中国传统美食体验中国春节文化。 前期节目 是